叶署长应该 好了叶署长嘛对不对 他之前的在抗萨的时候呢 那个功劳是不可被抹灭的 但是抗萨的时候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我想还有很多抗萨时候 也有些英雄 我们实在是没有给他足够的版面 跟这个空间 可是除了叶金川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英雄 我们没有给他一样的版面 媒体就有提到说 真正的抗萨英雄在517游行 他这里提的是李明亮 就是说当时的卫生署长是李明亮 那整个我们讲说 和平医院失控的时候 其实那个邱淑提跟叶金川 他们是包着跟太空人一样这样进去 结果里头在和平医院 他有一些失控 署长是图醒者 可是图醒者找了李明亮来帮忙 是这样 那我要特别提的是说 叶金川不需要特别强调 自己是抗萨英雄 因为真正的抗萨英雄 除了刚刚说李明亮 我觉得没有所谓真正的 也就是应该讲说 看下期间大家都有 但是我刚想起玉真补充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有其他的英雄 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版面 英雄现在变成狗熊 因为我当时有看到几位医师 他们是立下遗嘱 然后决定说 好 因为和平医院已经失控了 所以当时特别拉出一个松山医院 希望把这个和平医院真正的病患 因为那时候的一个病房的问题 就是这个负压病房的问题 所以后来松山医院这边弄好了之后 第一个接受陈水扁当时当总统的时候委托 就说好 我进去 他是自告傅勇说我进去 那个人是谁 就是现在非常变成狗熊的黄芳燕 他当时自己签好了一个遗嘱 那我亲眼看到那个 他自己把小孩 就是他自己剩下一个小孩在念书 他交给一个好朋友 说我里面不一定会当出来 那所以如果怎么状况的话 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儿子 那其实我们当时看到几个人就说 都觉得那个是 真的是风萧萧吸溢水寒 我还看到另外一位荣种的医师 他刚新婚 那他太太陪着他 我们要请他们吃个饭 然后那时候有黄芳燕 然后另外有一位杨医师 然后三位医师 他们都没有把握自己 一进去之后出不出得来 而且他们是要进去之后 真正面对病患 不是像叶金川 叶金川其实大家说看到那个画面 他蛮轻松的 但是他不需要直接去处理病患 可是这些立遗嘱的人 他们是觉得自己可能要面对 到时候要救这些人 所以他们连命都不要了 还有几位已经过世 像今天媒体也提到说 当时的林仲卫医师 很多医师 他真正去救那些病患 那所以我觉得不止叶金川 很多人在抗杀那个过程 我们想到都很悲劲的 这个部队打仗 有一个将军 拜托 那有很多的这个营长 旅长营长 然后甚至于排长 这是冲锋陷阵的 今天叶金川 为什么他敢自称为 他自己是抗杀的一个 有工人士好了 在当时的时候 台北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已经有点控制不住 特别是秋淑提 已经完全没办法掌控 整个台北市的疫情 那个时候是叶金川 主动去跟马英九讲 这个秋淑提 这个你一定要处理掉 那个时候说 你自己要处理掉 然后他那时候 自己跳到第一线 那第一线 刚才郁珍讲的那些英雄 都是英雄 他是处理 直接处理病患的 直接接触病患的 但叶金川这个部分 我坦白讲 他不需要接触病患 他只要怎么做出 最好的医疗 行政的这个部分 怎么去控制你的灾情 或是怎么 你让调度人力 这就是也是一个功劳的意见 所以那个时候 对 你也不要忘记 他当时在记者会的时候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当初这么多很多的医生 这样投入进来的时候 总统的女婿到底在哪里 那个时候他就凸显了那个问题 然后再凸显说 自己是走路这个 他只是要用民进党的语言 来告诉民进党的这些人士 你说他爱台湾 对不对 我比你更爱台湾 你怎么可以质疑我爱台湾 所以你今天看那个样子 久后土真言 或者说久后乱云 这个都没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他今天这种方式 其实你反过来看的话 其实他不过是用 用民进党那种过去的语言 来质疑你民进党 来反攻你民进党 你刚刚讲到 在国外真的不需要这个样子 就是说大家去 用爱台湾来彼此辱骂 今天问题就是在这边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选举的场合 那可能这个问题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叶金专可能忘记了一点说 你今天做出门在外 你的一举一动 代表的东西中华民进党 你用什么名义来参加嘛 对不对 他也没有说他不爱台湾 叶金专说这个无资的同胞 我会原谅 我认为叶金专应该跟这几个留学生道歉 但是我想这个当然就是有引发社会很多的不同的讨论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个局呢 如果按照宪宏刚刚讲 那是把底都掀开来了嘛 你可以这样玩的嘛 对不对 不 当天他还可以玩的更好 如果我想叶金专我是认识他的 小不忍者 他其实当时候看到这两位女士已经都 外面包的刚刚燕婆讲的没错嘛 这个日内娃半是出人没有把这些隔绝开 让他直接接触了 这种时候他要想到说 这两位小姐是不是我请你们坐的 我来好好听你们到底是要问什么 老师说一坐下来 大家见婚参加议员 然后他平常笑笑的 他讲到白爱情 这个叶金专一向有那个不错的形象 他就可以 那讲完以后我老实说 以他第二天记者会 对第一个记者会所讲的内容 我看那两位小姐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你如果有办法用中华民国 我们用中华民国 那没办法说台湾可以吗 台湾不可以 我现在用中华台北来 那不是过去民政党也是这样 主项那不是 那两位小姐也不会说 你现在非用台湾不可 不然你就是不爱台湾 他就说好 他就说好 他就跟他说好 他又跟客人送出去 那不是有默契 这个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说 我刚刚讲那个程序 我所认识的叶金专一是做得到的 做得到 可是他当时候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喝酒 刚刚自己抓下去 刚刚又有情绪 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呛的时候 他来送那些客人的时候 他感觉到他自己没面子 他感觉这样 所以这个有很多因素存在 那梅念子现在又搞得自己 憲哥 我们也知道的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问题是说 两党的距离是比两岸的距离还大 所以你不可能去配合有默契做那个事情 说实在的 所以我说 我们党来讲很多事情要有智慧 对 我跟你讲 你讲这句话 我真的 我真的就想讲 这一点我要解释 你想一想 我们今天就有一个事情 517不是创新一个警察跟他们撞就好 那原来这个本来 你说台北市跟517的群众之间 那是没什么能够说的嘛 那个头上教证那样厉害 自己发来发去 拢到郝龙斌打电话 给吴乃仁就处理了 他打电话就表示他愿意道歉 吴乃仁这边一听你愿意道歉 这些事情就是有意外 自己就随意出来说了嘛 你看连国家人都出来说 所以就是表示 双方之间只要有人告诉你说 大家都吼熊的信念嘛 不然的话517这场车祸 可以变成是228的林江麦 他可以变成是这样 也可以变成今天变成这样 所以我意思说 以月经川的背景跟他的修为 跟一届联盟那些人 或是说这些人 他怎么会做不到 月经川跟马英九的关系 他们长期的交往是怎么样 两个都是建中同学啦 台大当然不同学院 不过我想应该还是有来往 毕竟是高中同学过嘛 那叶金川我是觉得他每一次碰到 重大的关键时刻 他就会方腔走板 你看他宣布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吗 有 那时候马英男没给他 党类出选 党类出选 其实叶金川能够出来 其实马英九某一个程度是默许的 所以包括金斧冲 马英男这些人都是大力辅选 那时候整个四五团队是拼命的 帮他辅选 而且我先插一下 就是说马英九手上 你注意看 他主要用的 我不是要讲省级 可是非本省级的是比较多 叶金川在他的队伍里面是少 是难得的本省级的人 OK 好